先议员蔡玉琳请农业处改善既有农路 并在部落建立农市人力战的机制 解决农市缺工问题 其实我们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回乡 当然是在还没有回乡之前 他们组了很美丽的梦 这个信心满满的要回部落 来做部落人来做部落的事情 但是这个问题 当他们组梦回到部落的时候 他们就会三个月半年 就会发生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找不到工人 找不到从事务农的工人 如果在部落能够建立一个 人力的提供 就是在部落建立一个 机动式的农市人力战 那如果今天我们的农民 需要一个工人 他就会去那边去找 然后他就帮他联络工人 在整个构想当中 你今天提出的意见 是我听过最好的意见 因为实际上那是最长远的 南回紧急医疗照顾中心 延宕四年 参议员强烈表示 此案要赶快完成 我们这件工程 一直延宕到现在 你们的理由 你们的原因 就是地上务诉讼中 是不是 所以这些计划是又重新再来 是不是 对 有重新再修整过 不过现在大部分的计划 都差不多都已经OK了 就是整个 所以我们确定是什么时候 要开工 动工 我们现在这个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诉讼的问题 我们在前两天 这个已经延时辩论完毕了 28号同时也会做宣判 那一切顺利的话 我们大概是很有把握 一切顺利的话 我们尽量能够在5月 5月 局长 是 好 这个南回紧急照顾中心 希望我们要赶快 赶快把它完成起来 达人卫生所 医事人力严重不足 蔡议员请卫生局 尽快补足人力 大午夜间紧急救护站 人力调度 捉襟见走 蔡议员质疑是否司机人力不足 蔡议员问卫生局是否为长照2.0服务员争取原乡或是山地的偏乡加紧 建议整年度或半年的钱先拨给长照 让人员可以安心工作 蔡议员请原民处协调让健康站可以设置在部落中 隶属于工部门的闲置空间 以上是台东县议会第18届第六次定期会 县议员蔡玉林县政总职询问这内容灾药报导 由刘瑞文整理